可以這樣說嗎? 會不會被困難? 可以 在這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要做JT遊樂場 因為近一個多個月 我的時間比較多 精力充沛 找些東西去搞一下 其實我做車關於的事 差不多20年 因為我公司今次是20周年 我做的事有做一些活動的推廣 做活動、拍攝、訪問、訪問 什麼都做的 但我自己最喜歡的事 當然是飄移和賽車 我近20年去過很多地方去比賽 參加比賽也有 看比賽也有 做活動也有 我去過美國、泰國、馬來西亞、日本 還有澳門、回中國 認識了不同的車隊也有 不同的車手也有 我亦都想借著這個機會 譬如說 如果職務員有機會再和我一起比賽 我又訪問 平時他喜歡吃什麼 他平時最喜歡的是什麼 又或者 硬高下一次再有機會 來澳門比賽 其實不說賽車的東西 那他會喜歡些什麼 例如AMG的GD4和GDV 看起來好像很近 但其實它軚環裏面有不同的 例如Session Control ABS 或者是Power的東西 怎樣影響到車的感覺 例如現在流行的天生 例如FK2和FK7 例如FK2和FK7 內櫳有什麼不同 怎樣使用 因為不是普通正常 可以接觸到這些賽車的 我們會說 80年到90年之間的街車 因為那個年代出 最多是棍波車 現在很多都是DSG 或者自用波箱的車 很多人都喜歡Manu 我自己也很喜歡 我們會找一些改裝商 找了車的名人 或者車的發燒友 借車出來踩一下 究竟有多靈靈和澎湃 其實我覺得玩車 大概有幾類的人 第一種 就是有些人喜歡買車 來炒賣 純粹買賣 第二種 就是收藏 第三種 就是買車來玩 我想我的編量就是第三種 我們買的車回來 不是讓車玩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車 有更多樂趣給我們 是玩到的車 因為買的車回來 沒有玩過 就要擺 自己有沒有感受過 又沒有去踩過 那你根本就不知道 車是推頭還是脫尾 鼻子有沒有收 只是看回雜誌說 這輛車很厲害 鼻子很厲害 鼻子很厲害 其實每輛車都會走 其實每輛車都會走 鼻子也會停 究竟是怎樣容易停 還有有多快 我們要感受一下 對方說話不行 會囂張一點 不會 不會 那為什麼會搞一個JT遊樂場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玩 最重要就是好玩 我們玩 可以試試模型車也好 simulator也好 賽車也好 房車也好 我們最重要就是好玩 如果你有興趣一起和我們玩 也可以 告訴我 下次一起去玩 記得大家喜歡車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拜拜 請訂閱我的Facebook 整個搖滾 甚至 你